有球迷称,哈登已经全面超越巅峰时期科比,你怎么看,哈登作为当机联盟的第一得分后卫,也是本赛季的MVP的大热门,同时是本赛季的得分王,无论哪位得分后卫打出优秀出色的赛季时,都会与科比和乔丹做比较。 现在哈登和巅峰的科比,比较无论是从技术、荣誉、气质都还有一定的距离。联盟第一分位无庸置疑技术手段有差距哈登作为当今联盟中出色的得分后卫,能够立足于江湖的试造犯规和后撤步三分,而科比当时最出色的背身担打和后仰跳投,两者比较科比的得分方式更稳定节省体力。 哈登的造犯规要靠裁判的判罚尺度,三分球要靠自己的手感。 从防守来说,哈登前几个赛季的眼神防守,现在已经很少,但是他的防守相比巅峰时,科比还是有差距,科比可是多次来兵防对手的头号得分手。 比如迈迪、詹姆斯、维德都尝试过科比防守端的厉害,荣誉气质精神联盟。 很多时候比较球星的历史地位,第一个想到是总冠军戒指的数量。 詹姆斯和乔丹比较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热点一样,科比手握五个总冠军戒指,而哈登两手空空,登哥还有机会毕竟在职业生涯的巅峰。 科比有外号是黑曼巴,是因为他的骂巴精神,不放弃,不抛弃,关键时刻节部手软整救球队于生死边缘。 反观哈登虽然在保罗的感染下,本赛季在精神领袖有进步,但是他在关键时刻的疲软状,泰和情绪不稳定都可能在影响队友,影响着胜负。 哈登北赛季已经很完美了,相信哈登在追逐科比的道路上不停歇,期待下赛季完美回来的哈登,谢谢您的点赞,关注。 哈登特赛季